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2.5万个失业率微降至3.6% 平均时薪按年升4.2% 是两年来最低 美国5月非农业职位增幅为33.9万个 较预期高 失业率升至7月高位的3.7% 反映就业势道放缓 其他美国数据方面 周一有6月标普美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中值 市场预期为46.3% 与前一个月相同 同日也有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指数 市场预期为47.2% 前一月为46.9% 同日有5月建筑开支 市场料按月升幅为0.5% 前一月为上升1.2% 港股方面 造车新势力6月交付量出入 理想首破3万辆 未来重返万辆阵营 小鹏依旧掉队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超25万 特斯拉二季度交付量全面超预期 理想汽车6月供交付新车32575辆 同比增长150.1% 未来6月交付10707辆 同比增长74% 未来于2023年第二季度共交付约2.4万辆汽车 小鹏汽车6月交付量为8620辆 环比增长15% 比亚迪股份6月新能源汽车销量25.3万辆 同比增长88.79% 一到6月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125.56万辆 同比增长95.78% A股方面 终止研究院发布报告称 上半年百城楼价短暂改善后再度走弱 楼价下跌压力加大 未来核心一二线城市政策仍有宽松预期 但在七八月淡季 若政策脱底力度有限 楼价调整态势恐将延续 从各梯队城市的表现来看 上半年明显分化 一线城市楼价整体较为稳健 多数二线城市楼价下跌压力较大 三四线城市楼价则持续调整 且跌幅较为突出 展望未来全国楼市调控政策 或将继续保持优化态势 核心一二线城市政策仍有宽松预期 如进一步推进一区一侧 持续优化限购 限贷等政策 同时结合人口 人才等政策导向 针对多孩家庭 老年家庭等 给予更多购房支持 不过7至8月将进入房地产市场传统单期 若政策脱底力度有限 购房者职业信心难有明显改善 楼价调整态势恐将延续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